好 我們準備要開始今天的 今天的料理啦 今天是冬至 肯定是要來做做湯圓吧 剛說完旁邊就有狗在叫 我感覺他意識到的危險喔 我們從搓湯圓開始 所以會很實際喔 回來喔 60克 欸 呃 我跟你們講啦 這 我們這間店真的是 秀個大碗 身為一個南部人 一定得這樣子 砂糖25克 不是 我得到 我得到兩秒 我得到兩秒就是這樣 好啦 沒關係啦 OK啦 我們跟妳講 切奶油的時候呢 肯定是有一個小訣竅的 我們現在要30克對不對 這一條100克 所以呢 我們就大概是切個 三分之一 再少一點點 我教你們 這是一個要學起來 好 我跟你們講 聊天室 這一個就是30克 13小 等一下 0.5813小 等一下 再一次 等一下 這才24欸 抱歉啦 各位 跟你們預估的都不一樣 我比較猛 只差一點點而已 29 可以了啦 我很棒 我簡直就是 蹭東西的小天才 我簡直就是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要我們的 手手 藍藍幫 請你們投我成功好嗎 拜託 這麼簡單的湯圓 還真失敗太誇張了吧 怎麼評判喔 怎麼評判喔 我覺得湯圓至少 他只要能夠成功包起來 然後煮完 沒有破掉 應該就算是成功了吧 對吧 摔他是吧 摔他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欸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欸 欸好像可以欸 你看 匯列開就不行喔 所以還不行喔 啊 哈哈哈哈 包一個看看好啊 然後加一點花生 給大家看 我怎麼覺得我現在 我怎麼覺得我現在在包 包水飲酒 欸我突然怎麼變戰鬥陀螺 奢華湯圓 究竟是平價的 平價的湯圓獵人 八顆 很可愛吧 看起來其實蠻可愛的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煮湯圓的階段了 對不對 欸不對啊 他太厭了 他煮湯圓我要到廚房煮欸 瑞斯叫我拿去他家煮 那那那走啦 那各位 對那個我們瑞斯家煎 喔哇 喔哇 那其實沒有開邊 是因為我廚房的光線真的太爛了 我決定到時候把我的光線什麼弄一弄之後 之後的地獄豬娘會在 會在廚房開這樣 好像好了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成品湯圓 是不是很像什麼小籠包啊 來啊我戳囉 拜託 那麼簡單 湯圓還真失敗 太誇張了吧 那他們有戳一個洞欸 然後他們東西不會流出來 那咋辦咧 喔喔喔 好吧 那我再回去繼續做 好冷啊 不能再等了啦 我已經煮半個小時了吧 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的Q彈呢 各位 你看啊 他頭被切的餡料都不會流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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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一下 真的不能吃 這不是開玩笑的 是真的吃不下去 給大家看一下特寫啦 呃幹 你們先告訴我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呢 我們剛剛不是都照著食譜上去做的嗎 不是嗎 每個都硬的跟什麼欸 殺尿牛丸喔 黃金開口笑 你贏得忠誠點數 2890點 你們未來還是要繼續相信我啊 不然以後開賭盤會 會9比1欸 它裡面的餡料是這樣欸 很像肉包欸 裡面是花生的餡料啊 會流湯的那種花生啊 啊怎麼變這樣 其實單吃餡還蠻好吃的 哈哈哈哈 這還是麵瓶盛吃不下去嗎 好吧那失敗就失敗了唄 算了吧 有啦我有成功過 我大概開了地獄竹鳥10次吧 大概有成功的 呃 三次吧 還兩次 我的泡芙算成功的嗎 泡芙好吃 然後 粽子應該也是成功的吧 今天的我們的這個 呃 花生湯圓 欸 圓滿成功 哈哈哈哈 好心虛喔 欸 撐撐撐撐撐撐 撐 呃 嗯 成功 很好就就沒來 它如果吃了它應該會 應該會朋友簡易耶 我怎麼是用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不就是糯米粉嗎 有嗎再來米粉跟糯米粉不一樣嗎 我拿做碗糕的再來米粉拿去做湯圓 難怪它不會浮起來 一輩子都浮不起來 這個是我做的湯圓 讚